早晨,今天是新加坡F1第二天 现在未去看车,就去这个328加东那沙那里 吃点新加坡菜,这个好出名的 Gordon Ramsey,都来新加坡拍摄,找他们比赛 好像还赢了Gordon Ramsey 现在立刻进去试试 哇,里面是超级多人 我现在试试辣沙 好吃 好香辣沙味,怎样形容 都不用形容 正宗辣沙是不用用筷子吃的,只用筷子吃的 现在试辣浆 像桂林辣椒,但辣椒下了之后都抢了辣沙味 就好像在吃辣椒公仔面 蝦呢 蝦还可以,没有沉默的味道 还有,这个辣沙正宗有些丝痕 但如果你不喜欢吃韩鲜 就最好叫它走了 因为上次已经看回我上一条片 是我的丝痕是很腥的 接着我被人说是很腥的,被人骂了 是很鲜味,被人骂了很多 很多个留言 很腥的,因为我不喜欢吃海鲜 它放了那些陶豉的那些,哇,很腥的 吃吃吃的,就一定吃完丝痕 但今次我们也是不会吃的 即是你吃开的海鲜都不下声的,可以试一下 好,吃完这个辣沙呢 试完这个青竹叶烧鱼蛋 我觉得不像鱼蛋的 很腍的,不弹牙的,是什么东西 像一个三番午餐肉 是腍的午餐肉 但有点辣辣的味 照味调的挺好吃 但是我听不出是什么味 很重的香料味 听不出什么味 都挺好吃的 不过不是热的 这个加东区即是新加坡的东部 你在地图看呢 新加坡东面有个很大的沙滩 这个就是新加坡东区叫加东 在这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很兴起 很多有钱人,华人就在这儿建楼 建了很多漂亮的楼 来这儿看看 可能写着1928年建的楼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整个环境都很放鬆的,很放鬆的 很放鬆的 不用只是经常去Marina Bay 这儿都可以逛逛 这儿跟新加坡市区很不同 有点像大马feel 像去沙巴、芬城那些feel 上次去马六甲就有些感觉 都是这些楼 这儿有很多小店 很多小餐厅 除了那个三百 有很多酒吧、咖啡店 今天第二天 今天第二天 现在三点多 第一场在坡田 在坡田 和尿菜都夹不到一米 这儿很多东西吃 看完第一场车呢 就大家放饭时间了 这儿全部都是食物 大排档 都很local的feel 好像真的去到外面那些大排档 不像其他那些 尊是吃些不好吃又贵的那些 你看到长期的人都在那儿走来走去 因为其实很多活动 在不同的地方不停进行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目标 看不同的show 看车 去玩游戏 吃东西 好忙啊 总之就 玩了这么多东西 又看完show 看完其他东西 现在准备都快要开车了 全世界坐在那儿了 每个都准备好 哇 正在这里 超近 在正旁 我们走到这么多看台 这个看台上面是最好的 我真的记得它们 除了控制之后 还有一个大电视可以看到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刚才那位呢 是近过这里 但是又看不到电视 所以不知道 在这里呢 是不是最便宜都可以了 看完之后呢 在infire方面 再之后过去呢 就是那个大草地 我不知道咳咳咳 may party 好 好了 跳完之后呢 大家一起走啦 这两个赛车就这么多了 这条影片呢 都去到完结了 哇 我整面都是汗的 那呢 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like啦 这个呢 是一个旅游的channel 记住subscribe啦 如果你喜欢看旅游片 之后还会有更多更多去旅行 最近很多旅行去 是这样